关于这个宿舍馆的前几天有个同修不是打电话吗 就说他发心真的发心他投了二百万建了一个宿舍馆 就是一楼二楼全是自住的那种宿舍餐厅也非常好 二楼呢有供着观音堂的观音堂大 并且呢来这里吃的人也不少住了很多人 就是想问一下他因为还有别的法门的人也来着吃饭 在观音堂大观音堂大 这个宿舍馆呢他一中给房子的要经者收几张些房子为益呢 首先要记住他已经开了那是他自己生意台长曾经讲过 开宿舍馆和学习领法文要分开生意是生意 但是呢他是自己做生意他愿意这么做他有能力那么他就可以做 他做的话呢他必须呢可以放些书啊多度人啊这都是好事情 对对对对他就是和菩萨说的就是借素食馆来弘扬我们的心灵法门 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第一要干净不能借心灵法门来恋财那就糟糕了 明白吧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懂得啊不管怎么样啊也要懂得啊 那我们今天帮人家备咽啊那是最硬的因为要度人就会备咽 所以像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经常烧小房子不是说规定的 觉得最近不舒服了多烧一点最近好一点少烧一点就是这样 那对他们就是经常感觉那里的气场有些不好也是烧我就是问一下他一周至少烧几次 这样我就跟你说根据情况而定的三张啊一张啊七张啊都可以 都可以但是他这个师兄就是真的是这口喝的电话感觉他真是真心发愿就是借素食来弘扬我们的心灵法门 师傅他这个他只是和菩萨说是发愿了就是发借素食来弘扬我们的心灵法门 具体他怎样跟菩萨更加如理如法的发愿呢 这个已经发愿了就好好去发就这个已经愿了呀 你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那师傅那就在这个他就是这个素食店的盈利收入他想扣除员工费用 包括就是中转资金费用全部用于弘扬心灵法门 这样和菩萨说可以吗这样 那就是看他自己啊他如果愿意发大愿嘛就发大愿 这个都是大愿 哦都是都是大愿啊 嗯那这个在看素食馆有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确实嗯有的法师也非常支持这个素食店 嗯我觉得 很简单很简单了这个东西嘛第一呢不能啊尽量做的好一点不要扣扣扣扣扣扣人家的比方说不要多收人家钱 比方以别人操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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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供修的重修来他宿舍店里搞供修 那他应不应该收重修的钱呢 吃饭的时候 当然可以收啊 他一样可以收啊 他说是可以给 因为给行李方面的重修可以打个折 这样也可以是吧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就是现在他们的宿舍店 就是管理方面有点问题 就是这个开宿舍店的重修 他梦到师傅说 就是说是 就是找个管理人员 叫刘淑青 但是实际中找到人叫刘淑灵 这个是不是是这个刘淑灵吗 那么多师傅和他说的是叫刘淑青 就是他 哦就是他 哦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开始